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三月十九号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凡东宁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和大家讨论三个话题 一个是习近平祝贺普京连任 两人若终身执政 对中俄两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在韩国登场 美中两国在民主问题上针锋相对 各说各话 还有今天香港立法会 是火速通过了第二十三条立法 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 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对这三个问题 向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 好的 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三届 全球民主峰会在韩国的首尔举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 中国与俄罗斯正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散布虚假信息 抹黑民主制度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反批美国将民主问题给工具化 武器化 是以民主的名义来干涉他国内政 制造分裂 与此同时台湾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 应主办国韩国的邀请 在民主峰会上发表了一篇视频演讲 这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抗议 民主峰会选在韩国举行是否有地缘政治的考量 美国总统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那么北京反咬美是民主才是全球动荡的祸根 那么各界怎么看美中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针锋相对 各说各话 过去从民主不能当饭吃到民主好不好 人民最知道 北京当局宣称中共的民主模式才是符合国情 让老百姓幸福的民主 但是中国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吗 时达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 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另一位是韩国坛国大学政治外交系的主任 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博士 金真浩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 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 金教授好 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 首先想先请教金真浩教授怎么看 这次第三届民主峰会是选在韩国举行 他有没有背后的地缘政治 还有围堵中国的一些考量呢 请教您 这考量在国内的政治来说呢 韩国马上就要进行国会议院选举 这民主峰会呢 韩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独立起来以后就实行选举 就是民主制度啊 里头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选举 就是民主选举 所以这是在国内举行世界民族主义高峰论坛 这算是对韩国的一个荣心 也是韩国面向民主化是个社会以及国家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过程里头 每一个国民呢都是期待着很大的希望 因为民主就是韩国到目前为主 就是其次发展的一个东西 也是往前发展的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希望 因此我们与很多同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国家 在国内举行国际一个民主主义高峰论坛 很多韩国国民都很关注的事情 好的 感谢金教授 那么当然韩国的大选我们全世界也都在关注着 那么继续想请教王伟正教授 怎么看民主峰会 当然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最先开始召集的 那么经历三届了 当然中国跟俄罗斯等非民主国家是不受邀的 但是这个民主峰会每年邀请台湾参加 那么当然刚刚也提到数位部长唐凤 今年有致辞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抗议 你怎么看民主峰会它背后美中两强之间的角力呢 王教授 是 民主峰会是由美国总统拜登 由2021年12月份召集主办的 现在是第三届 其实第二届的时候美国跟韩国已经合办了 今年的话移到韩国去主办 这当然有地缘政治的考虑 那我想至于说台湾的数位部长唐凤受邀的话 第一个民主峰会的话 不只是民主国家的领袖之间的聚会 他们也可以邀请专家来做有关于民主的发言 现在的话民主国家他们比较关切的是 除了说是保障自身的制度之外 他们非常关切就是比如说人工智慧 能够对这个民主国家造成这个 制造虚假讯息 抹黑民主等等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些个 这种保卫 自卫的一个考虑 那唐凤的话他是数位部长 然后他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经验 所以我觉得他以专家的身份受邀的话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而且是以这个上网的方式来参加 我觉得已经是在明跟实方面的话 已经做到这个样样俱备 因为这个民主峰会他是考虑到 在功能上比较有贡献的一些参加者 所以我想北京跟莫斯科 他们既然在民主方面没有什么贡献的话 我想他批评这个只是酸葡萄心理而已 好的 感谢王教授 那么继续想请到金正浩教授 两个有关于这一次民主峰会 跟韩国有关的问题 当然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 台湾的世卫部长唐凤 在这次的民主峰会上发言 当然他是因韩国的邀请 虽然是以专家的身份 但是我们看到北京方面 还是非常的这个不满 是严正敦促韩方要恪守一个中国言则 还说这样的做法呢 是以民主之名在制造分裂 那么另外一个跟韩国有关的是 我们其实看到在民主峰会举行的场边 其实也有一些韩国民众抗议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美韩之间的合作和同盟 可能形成的挑战呢 金教授 这个民主刑局 我们可以说一个南北韩的一个故意 世界上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发展过程里头 我们不能说完全绝对性的 但是民主也可以说相对性的发展 所以美国国家民主发展程度不一样 但有关台湾参加的这个问题 中国提出一个有关那个 就是他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来提出 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 但是民主的价值观来说呢 不一定是一个国家 也是对民主有想法 还有一些就想要表现他的意见的那种 国际影响力的人能参加的 因此这个民主呢 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是 权威国家里头 就是专政权威国家 还有有一个宣伎制度的一个专政国家 这种国家来说呢 民主是对他们来说 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因为他们的民主发展这个日程啊 过程比这个西方民主发展的国家 也是比较晚 还不成熟 这种情况来说呢 他们把一个非民主的方式 干涉别国家的一个民主活动呢 也是非常不民主的事情 所以民主是以人为主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 也不能干涉国际事务的问题 虽然也有一个政令之间的一些竞争啊 但是人民为主的 这种一个政治发展模式里头 我们说democracy 这个就是大宗民主的一个发展模式啊 我们看一个很多世界的民主化运动里头 民主化的国家和这个经济发展 或者是社会开放 还有这种问题来说呢 也非常重要 虽然韩国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是这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表现 但是整体来说呢 韩国国家呢 这个社会也是面向民主的一个方式发展的 因此我们也希望啊 对一个民主价值观 有可以共享的很多影响力的人 也能参加 也探讨一个民主的问题 往世界都为了民主的方向发展 大家带来一个公容开放公平的社会 好的 感谢金教授 王维珍教授其实我觉得刚刚金教授讲得很好 虽然说这民主峰会周围有民众抗议 但其实正是展现了这个民主体制之下 大家其实都有不同的声音嘛 但是想请教您的是喔 现在这个当然以中国为首 俄国也是一样 会散播一些讯息说去抹黑民主制度 甚至说你看看这个民主制度多混乱 哪一天到晚都是民众在抗议 立法院打架等等 那么美国就非常关心这个部分 但中国呢则是用这个民主来反批 其实是美国你将民主这个民意给武器化了 想要借民主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阵 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两国 好像在民主的问题上 现在反而是越来越针锋将对了 这样的制度之间的较量 您怎么看呢 首先就是中国官方这一方讲法的话 当然是等于是间接承认 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内政有所干预 而且这个事实上的话 是现在民主国家的话 非常在乎的事情 前一阵子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Ray他去国会作证的时候 特别提到 当被问到说 是否担心今年12月份 美国的总统大选 会有这个来自中国俄罗斯 伊朗或北韩的这个干涉 他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所以绝对有可能 所以我想那个 中共不需要以50步来笑他人100步 那我想 事实上现在中国外交部 每年的话都发表一份 所谓的美国人权白皮书 听起来有点可笑 就是说把这个美国 这个所谓的美式民主上 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都给曝露出来 这些都是从美国报章杂志上 这个就等于说是这个断章取义的取来 所以有没有发生 当然有 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他的民主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跟一大不同 就是说他有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 所以中共方面 他能够在媒体上面找到 这些美国民主的这些坏处的话 都是他自我反省的能力 对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等等 这些东西的话 在中国大陆的话是完全确辱的 好的 感谢王伟正教授 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金正浩教授 怎么看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总统 他曾经直接说 这个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因为他治理的国家 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那么但是中方呢 反咬美式民主才是 全球动荡的一个祸根 同样的也想请教您怎么看 从韩国的角度来看 美中双方在民主这个问题上的 针锋相对呢 丁教授 是 我们现在提到一个 民主制度里头 宣企还有法治的问题 这是韩国为了这个 民主社会的构建 已经牺牲了很多 就是民主 这个就是说 先去者的一个牺牲 到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看一个亚洲地区里头 就靠近西方一样的一个 选举的方式 选拔民意代表 我们可以说 代理政府的一个政策 劫策结果 这就是美国最发达 以前都是英国也是很发达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选举的时候 看起来也不像很民主 但是实际上是 也可以说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个民主制度之一 那韩国来说 现在我们一个民主制度里头 有些就是说反那个权威政府 这个权威政府里头的一个民主制度 比较不好一个开放的 就是发展下去 因为他们也可以说 因为过去我们就是冷战的时期 也可以分成两个阵 一个是共产阵领 共产阵领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经济制度的一种分裂的 还有一个资本主义阵领的 但是后来我们要提出一个 就是说 它的一个独裁政府呢 我们现在说共产家 独裁的这种政府的形式 还有一个民主 加上一些权威政府的形式 还有民主 加上一个权威政府的形式来看呢 都有一些发展过程 但现在他们自己觉得呢 这个觉得好像对他们很大的威胁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一个 法国革命也说 还有很多一个国家的一个民主化运动 来看的一个独裁政府来说呢 一个多方的多开放的一个民主制度呢 对他们的体制稳定 比较很大的威胁的 类似我们可以说很多朝鲜 半岛附近的国家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可以批评一个 每个国家的一个制度 但是国家以往前发展 最重要是移民为主的一个政治体制 这里头我们选举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选举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国家有没有民主的一个标准 另外一个是一个言论自由嘛 言论自由就是人人可以发表 自己意见的一个方式啊 第三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 网络社会里头 我还是觉得一个网络也需要一个 民主制度的 因为网络也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的 因此这个民主制度的一个发展 模式还有寻找刚好的方式呢 我们就是人类往前发展 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公出的 公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所以民主价值观呢 我们也可以学一个 西方的也是可以学美国的 但是不好的能改善 但是还是我们认为 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是算是 世界顶峰的一个制度 好的那么刚才金教授也提出了这个选举 还有这言论自由 甚至在网络上自不自由 作为一个这个标准来衡量 究竟中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 然后再来请教王维正教授 这位叫小兔乖乖的网友 他说国家不同 国情不同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 只要是造福本国人民 推动世界发展 不就是好的制度吗 中国建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变化 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制度适合中国 你们所谓的最大民主国家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这是我们这个小兔乖乖反应一部分 中国网民的看法 我再来念两个这个网友们的看法 很快的 Reader Clear 他说民主不是可口可乐 全世界一个味道 民主也不是羊皮外衣 什么狼都可以随便披上的 民主是有其基本要素的 那就是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 结党自由 反对势力公开竞选 不计名自由选举 多权分立 司法独立等等 那么习共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其实就是全过程操控选举 和阻碍民主 那么王教授刚才听了 金教授的说法 还有网友们的不同意见 你怎么看 中共曾经说这个民主好不好 是人民最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民主理论当中 其实有几个最基本的定义 是无论怎么看 中共的统治 可能都是不符合这个最低要求的 包括对反对派的镇压 还有刚才金教授提到的言论自由等等 也想请您为我们的听众观众 进一步的阐释一下 究竟中国是不是一个 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呢 您的看法 我去过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中心 确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口味 是的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 它都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要素 那么所谓的民主 特别是我们要考虑到 就是说中国它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话 它对于民主也加上很多的形容词 比如说加上这些形容词的话 大概通常都不是民主 比如说它是这个 以前的话讲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人家就问说 这个人民在这个共和国里面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地位 现在讲这个全过程民主 刚才第二位网友已经讲得很好 这个话跟西方的民主话 有很大的差别 在我看来 所有的这个可口可乐的口味 都有一些那个共同的元素 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话 大部分的国家都实行所谓的代议政治 就是说所谓的间接民主 不是像古希腊 就是所有的这个公民的话 都有参政权 既然是代议政治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就是选举 那这个选举的话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是这个在民主制度底下 人民有固定的时间 比如说每三年或每四年 能够用他们的选票来把他们的心声给表达 那最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选举必须是要所谓的自由 而且是公平的 说free and fair elections 那要达到这个的话并不是很容易 第一个就是说您刚提到 那很多的它有这个八个要素 比如说包括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等等 那么所以说民主的话 在选举开票之前的话 我们学者叫它叫做是一个institutionalized uncertainty 就是说它是一个制度化的不确定性 怎么讲呢 就是说既然是不确定性的话 那么就是换句话讲说 这个反对者反对派的人士的话 他应该有这个机会至少可以赢 至少这是一个机会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在选票真正开小之前 开票之前的话 这个结果应该是不知道 所以让所有的选民都要来猜的 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选举的结果开票了之后 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acceptance of results 如果你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我相信没有一项在这中国式 所谓民主化可以符合 所以不管它什么口味都不是可口可乐 好的 我想请教金正豪教授 当然除了这个北京之说 这个民主不能够当饭吃之外 其实近年来我们也看到 北京也改变它一些策略 就是它针对这个其他亚洲国家的民主 包括可能像台湾或韩国说 你看你们的这个民主制度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混乱的一个情况 甚至也针对了美国 还有其他西方国家 出现了一些内部的民主问题 来进行所谓的诋毁 甚至进一步的这个 像布林肯在民主峰会讲的 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进行渗透或破坏 你怎么看 中国对于民主制度的诋毁 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显现出西方国家和亚洲 其他民主制度之间自己本身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呢 林教授 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我不干恭维了 因为中国这个就是封建社会转变到一个民国政府 然后要转变到现在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形势 其实中华人民就是处理的很多社会体制里头 我们可以说哪里是民主哪里是不民主呢 他们在处在那里环境里头生活过也可以比较的 民主也不是绝对的 但是呢都可以我们比较的 我们都觉得一个问题 来看韩国就是我们几十年生活里头 哪一个时段比较民主 哪一个时段比较就是政府的权威比较大 这个我们会比较的 当然我也知道刚刚网友说的没错 但是民主也不是民主精神 也不是爱国精神的 民主就是人类的普通价值观 互相尊重的 与敌人也共处 互相发表意见 寻求更好的意见 就是我们找一个移民为主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体制转变理论的 这个情况来说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这也不是说这个地方是属于自己民主家园的意思 就是说适合人类这个公处 很好的环境就是民主社会的体制可以发达的环境 也可以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可乐都是同一个味道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有很多茶都是不同味道的 但是我知道什么茶是好茶 什么茶喝完让我们觉得舒服 这就是民主的基本普遍的我们心里感受的一个意义 也不是我们批评任何国家 也不是批评一个任何就是朋友 我们都大家尊重 但是这个民主的价值观 希腊发展到现在来说呢 我们都继续寻求的 那有些国家呢 也不断努力要改善一个民主制度 但是现在的这个制度里头啊 也有矛盾 但是我们继续就是往前发展 那么需要改善而努力的 因此这个亚洲国家里头啊 地区里头有的选举制度还是不错的 就是虽然这个事情我们输了 还是尊重这个体制 然后等着下一个选举 然后这种选举的过程里头 国家的行政法制 还有它的一个人民意识 这民主也重要一个国民意识 国民民主意识 这个是教育里头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是说在我们民主教育 就是说民主教育也是 往前发展的一个 人类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教育的 基本因素 好的感谢金教授 王教授刚才这金教授一个比喻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可口可乐不是只有一种味道 其实中国的茶可能也不只一种味道 让我想到我们刚刚有一个网友 一个留言想请你简单的回应 也跟我们今天上半场 有关民主的讨论 做一个总结 看这个民主跟集权的对抗 还有中国民主的未来究竟是怎么发展 这个网友叫做天地良 他是说中国从来就没有任何的民主 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话 这个叙述很有意思 想请教您的原因是 中国真的从来没有任何民主吗 我们往前推中国在古代 其实孟子曾经有说过 民为贵涉及赤之君为亲 这样的话其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 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在49年之前的中国也曾经有过 这个可能光辉的民主未来 对不对 那么中国的茶有不同味道 您认为中国是不是没有这个民主的精英 它未来又可能会怎么样朝民主来发展 请您跟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讨论 做个总结了 以这位网友的评论 中国的历史上或许没有当今西方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 因为西方的传统是从古希腊 罗马这样一路下来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上的话 有以民为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您刚刚提到孔子孟子 孟子曾经讲过说 当然孔子的话是觉得说 这个整个社会按照儒家的思想来治理 但是孟子也提到说 如果这个君王他不义的话 人民有起而接干 起而抗制的这个权利 换句话讲说 一个君王他如果说他的统治 没有能够把人民 作为他主要的考虑的话 那么这个的话 他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而且古代制度的话 也有一些制衡的制度 比如说有这个预书等等 但是从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 要进步到今天这个民主的话 确实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当然古代的话比较欠缺 就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制度 所以以古来讽经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恰当 中国的历史上 或许没有民主的传统 但是绝对有民本的传统 好的 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 还有金正浩教授 两位针对这个美中之间 在民主问题上针锋相对 还有制度的较量 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非常感谢二位 提醒观众 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但我们下面继续 还要带您关注的是 这个普京获得了将近九成的 得票率连任了 那么全票通过连任的习近平 立刻给他的老朋友 致电祝贺 这两个人如果都终身执政的话 对中俄两国和世界的格局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和您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跃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办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梵东宁 下半场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针对香港立法会 在今天一致通过了根据基本法 第23条定令的新的国家安全法案 进行热点快评 香港立法会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快速的推动并通过了这项立法 港人的自由继港版国安法之后进一步受到限缩 这一条法律名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在香港被通称为基本法第23条 那么这一项严苛的立法针对的是判国破坏 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和从事间谍活动 而且最高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监禁 那么这个法案在三月八号是首次被提出 此前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政府 在香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 但是呼吁要火速全速的来颁布这项法例 香港立法会内出席会议的全体八十八名立法会议员 和立法会的主席 今天是一致投票的通过了这项立法 那么该立法将于三月二十三号正式生效 那么针对这个最新的发展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专家 针对香港立法会通过第二十三条立法 来进行一个热点快评 一位是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 政治学的教授王维正教授 王教授再次欢迎您 您好 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 邱家军博士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现场 主持人好 王教授好 感谢二位 首先我想很快请教王教授 怎么看香港的立法会在今天是火速的通过了 第二十三条立法 虽然整理了很久 但是今天通过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想请教王教授您的及时点评 我想这个法例的通过 特别是这个火速审查 全票通过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的话有相当大的争议 第一个是它的内容 有很多的东西的定义是非常模糊 定义模糊的话是比如说像什么 国家机密啦什么间谍啦 境外干预啦叛国啦叛乱等等 这些话都是应该讲说中共说的算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是它的适用的范围的话 可以说在人类的立法史上算是一个奇葩 因为它牵涉到了所谓的治外法权就是extraterritoriality 就是说这个只要这个这个法律上面是定的这个罪行的话 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的话 它都可以定罪 第三个是它的程序上要缺乏很多保障 比如说它会采取这个这个内地的很多法律 比如说像闭门审判啊 然后您刚提到它那个罚刑的话相当的重 最多可以到这个无期徒刑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是会对将来的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 还有它对于作为这个国际上一个自由港的声誉的话 还有甚至于对于这个中港的关系的话都会有影响 好的感谢王教授的分析 想请教邱家军教授 我们知道今年在举行两会期间 其实主管港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的副总理丁薛祥 他就已经指示说香港一定要尽快火速的完成 第二十三条立法 那么现在其实已经有港版国安法了 那么为什么中共和港府还要这么心急的 要火速通过这个二十三条 而且像刚才王教授说的 这个言训巨访当中的一些条文的一个细节 都在魔鬼当中 而且是刑罚非常的重 不晓得您怎么看今天这个最新的发展呢 邱家军博士 其实这个基本法二十三条 如果大家关注一下原文的话 里面有几个字特别重要 就是说他提到香港特别行动区 应自行立法禁止 应自行立法禁止这七个字 实际上就是为香港设了一个套 这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局 这就好比是孙悟空头上的一个紧箍咒 只要中共认为有必要 那就可以随时练这个咒 不过中共在等待某一个时机而已 那么到了2020年 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这个香港的国安法 再加上这一次通过的二十三条立法 那就等于在港人头上扎了两道紧箍咒 也就是说对于中共对香港的这种控制 它就像一个什么双保险 双保险 那么如此下来 不管是香港的公务员 还是香港的普通市民 甚至包括流亡在海外的港人 以及加上住在香港 住香港的各领事馆 以及外媒 他们头上都被加上了一个双重的紧箍咒 那么你的所作所为 一言一行 都有可能所谓的涉嫌违背 国安法违背这个二十三条立法 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罪名 尤其是叛国罪 泄密罪等 它构成一系列的口袋罪 也就是说 钳制香港的言论自由 加强对香港的统治 从而更加严重的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 简单的说 二十三条立法 加上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 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香港一国两制 已经荡然无存了 好的 感谢邱将军博士的分析 其实王伟真教授 刚才邱教授说谈的这些 其实让大家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原本港版国安法 就已经够严刑俊法 现在又多了一个二十三条 这个新的立法之后 对港人的控制难以想象 如果我们展望 未来可能会去到 多么严酷的程度 有人开始在担心了 西方媒体说 可能香港原本是一个国际城市 现在可能以后未来可能包括我们的 这个YouTube可能都看不到 Facebook Telegram Signal 所有的平台都可能会被限制住 这怎么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呢 对他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虽然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也会有进一步的影响 再来是对港人和海外 已经流亡海外港人的这个自由 可能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等于是两个紧固 像刚才出家金教授所说的 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对港人 自由的这个限缩 还有对香港地位的影响 以及西方可能的反应呢 会不会可能采取一些制裁措施 来予以一些补救措施 一样请王教授跟我们再进一步的 做一些阐释 王教授 我想这个两道紧固咒 影响的不只是在香港的港人 在海外的港人 我可以觉得 我甚至可以讲说 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对于香港关注的人 所以这个 刚才我讲到 这个治外法权这个概念的话 是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这个无所无远不见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确实是像刚才邱先生所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话 可以说是正式告终 那么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话 很遗憾的就是说 过去很多人认为说 它是中国跟世界的一个桥梁 但是我个人对于香港的这个未来的话 是感到相当的悲观的 那么就是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这个 曾经在山东有一个城市 叫做威海卫 那么那时候英国的话 1930年代就归还给中国 但是现在有没有人认为说 威海卫有什么特别 没有 那香港的话是因为香港 英国统治156年之后 1997年 在这个还给中国 但现在的话制定了这两道紧箍咒 所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 这个过去这种光环的话 我觉得会很快的消失 事实上在经济的重要性来讲的话 可能会被内地的其他城市 像上海给追过 那么在香港过去作为一个 国际金融的一个重点的话 还有一个所谓的免税港的话 我觉得这个在亚洲其他很多地方的话 都可以加以取代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两个法的通过的话 毫无疑问是加强了北京对于香港的控制 但是对于香港人民的自由权利 还有对它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来讲的话 这完全是负面的 好的 感谢王教授 那么邱家军博士 刚才王教授说 这其实不只是影响到港人 流亡海外的港人 甚至是每一个关注香港问题的人 都可能会被这个治外法权所影响到 那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 中国委员会CECC 他最近就通过这个 针对这个香港立法会 将完成这个二十三条 告诉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希望能够表达对香港基本法 二十三条立法 来破坏香港的这个自由的情况 敦促美国政府 还有这个盟国西方世界 公开的就香港的这两条 言行巨法来表达关切 甚至考虑制裁香港的官员 再进一步的制裁香港官员 和提高对香港的旅游警示 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建议 还有西方有可能针对 今天香港立法会通过的二十三条 做出任何的反应吗 邱家军博士 那么美国等西方国家 肯定会对这个香港二十三条立法 有这个比较强烈的反应 但是呢 这个对于中共和香港来说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应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我在这个2013年 14年曾经到这个香港立法会 造访过当时的立法会的主席 还有一些这个立法会的成员 那么也包括香港的一些这个学者 他们提到呢香港实际上 是有三条最基本的支柱 第一是经济支柱 它的这个经济 与这个世界经济接轨 是非常发达的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法治 那么第三就是说 他们要想进一步发展的话 就是要民主 大家看香港已经具有了 经济和法治两个支柱 那么进一步发育民主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今天来看 香港的经济 已经被中共破坏的差不多了 香港的法治 也被中共破坏的差不多了 那么这么多年 中共在不断的破坏 香港的自由 经济 法治 和民主的过程当中 西方 也是有 不断的一些反应 包括一些这个 像美国国会法案的通过 但是呢 中共根本不在乎这一点 好的 感谢邱家军博士的点评 也感谢王维正教授 那么有关于香港通过23条立法 还有后续西方国家 可能制裁的措施呢 也请我们的观众们 锁定美国之音的网页 还有各社交媒体的平台 我们会有相关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 不出意料 普京获得了将近九成的 超高得票率 赢得了六一个六年的任期 那么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全国人大 无人反对 无人弃权 获得全票当选连任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当然随即像老朋友 有致电表达祝贺了 那么普京在盛雪眼中中 除了强调俄中关系的 稳定发展和他 和习近平的个人情谊之外呢 也特别强调了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在台湾周边地区 挑衅或实施制裁的企图 注定是彻底失败的 那么历经两年乌战 和瓦格纳兵变的普京 为何到现在依然大权在握 现年七十一岁的普京 如果能把新的这个六年总统任期做完 在位时间不但将超越苏联时期的独裁者 斯大林 而且还将成为俄罗斯过去两百多年 主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那么习近平和普京接连延长的任期 和不断扩张的野心究竟有何目的 这两个人如果都实现了终身执政的话 对中国俄国还有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俄是否正在联手打造新的邪恶轴心呢 今天十大堂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 王教授再次欢迎您 东宁您好 邱先生您好 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 也再次欢迎邱家军博士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主持人您好 王教授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 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像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 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这个 王维正博士 王维正教授怎么看普京 我们刚提到是将近九成的得票 超高得票率 赢得了又一个六年的任期 您怎么解读这个乌战两年过去了 陷入了持久战 而且中间他还经历过这个瓦格纳兵变 可是到现在之前 甚至很多国际媒体都说 这个普京是不是已经权力不稳了 可是今天看来好像似乎 这个将近九成的票率 依然是大权在握 而且他居然在圣选眼中说 这个俄罗斯的民主 比许多西方的国家还要更透明 你怎么看这个普京的连任 还有他圣选年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呢 王教授 是 我想最近刚结束的 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大选的话 让很多分析家感觉到有点意外 就像您刚刚提到 两年的战事还有兵变的话 都没有能够摇悍他的地位 那他甚至于还讲说 你看我们有得到百分之一百 我得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我们的制度是非常民主 非常透明的 比西方还透明 但是比西方还透明 对 然后他的这个 再继续得到六年这个统治的话 他的统治时间会超过任何的 前苏联的领导人 甚至于超过这个凯瑟林大帝 所以他已经成为是新的所谓的沙皇 那可是我觉得刚结束了这个总统大选 就不管从很多方面来讲的话 都不能够称为是所谓的自由跟公平的选举 free and fair election 我相信国际社会应该是不会接受的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结果的话 大概是在事先就知道了 那第二个的话是反对者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 因为他把所有的反对者都把他 对 要不就是消失了 要不就是给毒死了或怎么样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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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选者跟败选者都能够 都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相信现在这些这个败选者的话 他们是对这个结果是相当不服气的 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严厉控制社会的话 只能够用一种消极的抗议的方式 比如说 大家决定12点钟 全部集合去投票 那等于是一种消息的抗议制度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普京 他慎选演说中间所发表这种一切情势大好 你看他的这个高票当选的话 显示他的政策得到了俄罗斯人民广大的 广泛的这个支持 我觉得这个事实真相并不是如此 好的 感谢王维正教授 也想请教邱家军博士怎么看 这个普京他是以将继九成的得票率 赢得六一个六年的任期 但是相较于这个普京拿过进九成的选票 我们记得这个在中共二十大 是以这个两会上面是以全票通过 无人反对弃权的情况 像两千多票两千五百多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开启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 他是立刻致电祝贺普京 还称这个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习作伙伴 关系会持续的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你怎么看这个全票通过的习近平 致电这个近九成选票的这个普京连任当选呢 首先我们说这个普京获得了近九成的这个选票 这表明了普京的集权程度在不断的加深 比如说我们看最近几届 普京参选总统的这个得票率 如果取这个整数来看 2012年得票率是63% 18年是76% 24年是87% 那么每次他的这个增长点都超过这个十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呢 其他的候选人 也就是说有他同台竞选的人 他们的得票率呢 却每次逐渐的下降 不过呢 相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全票当选 普京在独裁上 多少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 至少俄罗斯总统候选人 他的名单上还有其他人 而习近平就不一样了 候选人只有他一个人 那么可以说普京多少 还具有那么一点点民主意识 至少还会装弄样子 习近平就不同了 他连装都不用装 从这两个人的得票率来看 普京近90% 习近平是100% 可以说二人 他的这个独裁有深浅程度之分 而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再说习近平 电贺普京当选 称所谓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 说穿了就是两个流氓独裁者 他们抱团取暖 这样彼此之间呢 也好有一个照应 不至于任何一方 事项太难看了 哪有什么中俄之间 友好关系可言呢 更别提造福两国人民了 好的 感谢邱家军博士的分析 稍后还要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 如果普京跟习近平两个人 都真的终身执政的话 对中俄和实践意味着什么 不过很快我想请教王伟正教授 因为这个普京在圣选演说当中 特别提到了台湾问题 这究竟为什么 他说台湾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在台湾周边挑衅和实施制裁的企图 注定彻底失败 这是普京的圣选演说 提到台湾问题 为什么普京要特别在圣选演中 提到台湾问题 还有是不是像刚才 这个邱家军博士所说的 习近平和普京这个时候 是这个独台者的抱团取暖 各取所需 但两人的联手是否也令国际担忧呢 王伟正教授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就是普京他在这个圣选演说中 就是有一点无厘头的提到台湾 第一个就是说 他认为说这个是一个 可以讨好中共的方法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中共的说法 那是知道世界上有 虽然说有180几个国家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 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 包括美国在内 跟中国的中共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 但是俄罗斯所采取的这话 跟北京的那个 北京的一中原则的话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的话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东西台湾对他来讲的话是无足轻重 所以在等于说给中共一个口慧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这样做的话是非常不智的 因为俄罗斯他忽略了 他其实跟台湾也有这个 可以扩展这个经济和人民之间交往的一个机会 比如说双方的话在各自的首都 还有设这个代表处 那如果说一再的伤害这个台湾的这个利益的话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可能无法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晶片 或者其他的经济上的好处 那也是完全没有意外 就是台湾的外交部的话 马上出来驳斥 那我想这个的话是 我觉得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他可能只是说 这个机会能够向中共来输成 表示说我这个议题的话 完全是站在你这方面的 跟他的政学完全 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好的感谢王教授 也想继续请教邱家军博士 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 其实刚才王教授也稍微提到了 现年71岁的普京 算一算 这个他是1999年首度出任这个俄罗斯总统的 如果他能够把这个刚刚赢得连任的 这个未来六年新的总统任期做完的话 那么他在位时间 不仅是超越苏联时期的独裁者斯大林 而且像刚才王教授 已经是帮我们算过的 会成为俄罗斯过去两百多年 主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甚至超过凯撒林大帝 那么现在就是大家想问问题 普京和习近平 他们两个人是不是都想终身执政 从目前的情势看来 他们两个人能够终身执政吗 这个普京习近平执政时间 会不会像普京算一算能超过 过去这个最崇拜的毛泽东主席吗 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也想请教邱家军博士 我们先说普京 普京他曾经把自己比作彼得大帝 由此逐渐 他的内心深处的沙皇心态 也就是说终身执政的心态 他现在已经是五任总统 两任总理了 那么2021年他又签署了一项这个宪法纠正案 一是将既有的这个总统当选次数 归零重新计算 也就是说以前他无论做了几任总统都不算了 第二呢就是允许他再参加两届总统选举 换言之如果他还可以参加两届总统选举的话 那么普京就可以一直干到2036年 那么到时候呢 普京就已经是83岁了 那就说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干到死了 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什么73、84 阎王不叫自己去 那你想你83、84岁高龄了 还来到那地方不走 那不是要终身当皇帝 又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再说习近平 他呢比普京小一岁 他是2012年掌大权 到了2018年强行修宪 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这就为自己终身掌权 扫清了法律障碍 这就表明习近平有终身执政的妄想 不过按照掌大权的时间来看 习近平虽然想学毛泽东 却呢很难做到 因为毛从1949年算起 干到死到1976年 他掌大权是28年 如果习近平要干28年的话 他至少要活到87岁 要干到2040年 不过呢 那也干不过普京的这个36年 话又说回来 不管是普京还是习近平 那么你想干到死是一回事 能不能干到死 则是另一回事 只要你看一看当今世界各国的独裁者 干得越久 他的积怨就越深 那他不得善终的这个几率就越高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德不配位 必有栽殃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只要看一看历史 你像夏节 商咒 隋阳 接下来恐怕就是这个 习近平要来接龙了 好的 感谢邱家军博士 王伟正教授 当我们谈到说 这个习近平跟普京两个人 看来都肯定的是有终身掌权 这个野心跟妄念了 但是他们能不能终身掌权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 如果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 都终身掌权 终身执政的话 对于中国跟俄罗斯 还有这整个世界 又意味着什么呢 王伟正教授 首先我同意邱博士的分析 就是说看起来习近平跟普京 都有终身掌权的 这个主观的愿望 能不能终身执政的话 我还再补充一点 还说他们执政 久了之后 可能会变不出什么把戏来 这是为什么长久执政的人 过去在非洲也有 在中东也有 都不得善终 甚至在印尼也有 没有什么下场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 变不出什么把戏来 人民对他来讲的话 已经失去了这个新鲜感 甚至感到厌倦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因素是 他们能不能够 他们的健康情形怎么样 那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说谣言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健康情形 其实是有问题 那我觉得对于全世界来讲 普京跟习近平终身执政 长期执政的话 最大的一个结果的话 就是说他们两国 可以向全世界的国家 特别是西方国家 表示说看我们的话 跟西方国家 每四年换一个总统 事实上这个政策就会有所摇摆来讲 我们的话是稳定多了 而且不管将来的话 不管市局怎么变化 中俄都是大国 然后既然是大国的话 你就要跟我来打交道 换句话讲说 他们把中国跟习近平画上等号 俄罗斯的话跟这个普京画上等号 所以未来的国际关系的话 事实上有着高度个人化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西方 不像说像那个极权国家可以 如果不喜欢这个总统 不喜欢川普 不喜欢拜登 拜登的话 顶多等个四年 换人做做看 也就等于说换一手牌来打 也许有不同的结果 但是对于中俄这种长期执政来讲的话 就不是这样子 好的 我们这个线上有非常多的网友们 针对这个习近平和普京 究竟能不能终身执政 发表他们的看法 我很快念几个 然后请邱家军博士来回应一下 并发表您的看法 这位在YouTube现场的网友叫Terry 他说两个独裁老哥们 互相祝贺很正常 一块终身执政 抱团取难吧 反正这两个都已经是国际的弃儿了 于次郎这位网友说 如果习近平和普京终身执政的话 就意味着未来几十年 俄中两国绝不会上餐桌 而是会出现在菜单上 他用了这个英文的谚语 所以这两国的人民 必须学会被世界孤立 体验国力 急速衰败的痛苦时期 我们谈到说 对中俄两国有什么影响 这可能是对中国两个人民的影响 稍后也请这个来宾 给我们回应一下于次郎的看法 还有一位叫Cumberland的这位网友 他说普京还知道 要演一下我们的习大大 直接力排众议 这是网友们的看法 邱家军博士怎么看网友的评论 还有说如果这两个真的终身掌政的话 对中国还有俄罗斯的人民 中国人民还有这世界意味着什么 以上请您做一番评论好吗 邱博士 简单的说就是两个字 如果习近平和普京中心执政对于中俄和世界意味着灾难 就这两个字 那么习近平和普京如果我们按照政治学的一个术语 可以把他们叫做什么 叫做跨国盗贼统治集团 这个跨国盗贼统治者借助于窃取来的权力 在国内大行威权主义 倾夺人民的生命 自由财产和各项权力 在国际上不断地进行经济渗透和政治扩张 意图搭建这个窃贼统治联盟 进而威胁全人类的生命财产和自由 所以说习普如果终身掌权 无论对于中俄两国来说 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都是莫大的悲剧和无尽的灾难 不过相对于普京来说 习近平对世界带来的灾难更大 从体量上来讲 普京他奴役的是1.4亿人 而习近平奴役的是14亿人 后者是前者的10倍 再者普京也没有像习近平那样 一天到晚想着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各国指明方向 我曾经给不少美国的智库说过 普京对世界带来的灾难远非习近平可比 他们也大都深以为然 我相信如果他们自证约久 那么对于中俄两国人民来说 就有的苦可受了 苦日子了 好的 感谢邱家军博士的分析 究竟这个习近平普京两个人 如果终身执政 这个谁带来的灾难更多 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 然后再请王威正教授来点评一下 这位reader clear在act上面说 习普终身专制独裁 必然是中俄两国国家和人民的不幸 也是民主世界的严重挑战和威胁 习普必然不断地推进 其习世百年大变局和所谓的全球治理 中俄一朝强权专制法西斯邪恶轴心 没有最恐怖邪恶只有更恐怖邪恶 没有最独裁专制只有更独裁专制 王威正教授怎么看我们这网友的看法 这上半场其实我们也请教了 你有关于这个全球民主同盟 民主国家现在是集中在一起 但现在如果我们看到中俄之间联手 再加上我们刚才我有说的 有这个伊朗朝鲜等等 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新邪恶轴心 如果真的又加上习近平跟普京终身执政的话 他究竟对世界格局会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危险呢 是的 虽然中国跟俄罗斯在这个两个领导人 要长期执政之下 他们的对人民的灾难 有所谓的小无跟大无之分 但是他们反西方反民主的这个潮流 是非常明显的 那他们还要加上联手 比如说像伊朗朝鲜等等这些国家 那成立一个所谓的新的邪恶轴心 那世界的局势的话现在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说有大部分人民所向往的这种自由民主的方式 还有少数几个国家 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中国 其次的话是俄罗斯 他们的话是完全来抵制这一套 然后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长期执政的话 有更长的时间来数落这个西方民主政治的这个短处 然后能够来宣扬他们这个所谓的百年的大局 还有这种所谓的中式民主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集团这个形成 已经是一个趋势 那么过去的话西方集团可能可以 就是说等于是忽略它 让这个集团能够孤立下去 但现在不是就是上半场组织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的话 西方集团现在认为说这个邪恶轴心的话 不但不满于 不只是满于说领导他自己的人品而已 而且他向外输出革命 所谓向外输出革命的话 就是说来渗透来破坏来诋毁西方民主制度 所以西方的民主国家必须要团结起来 来对抗 然后来push back这种对他们的挑战 所以这个邪恶轴心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利益的结合 他们能够存活多久的话 我相信可能比习近平跟这个普京 他们要终身执政要快 好的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 只能在那边讨论到进行这里 但是感谢王维正教授 还有邱家军博士二位 就跟我们下半场进行的精彩点评 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有两个 一个是五百六十万人报名审考 中国的青年为何热衷 考工上岸 第二个话题是 中国的学子留学热情回升 但美国已非首选 欢迎观众朋友们 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 一起参与我们明天 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 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是盘东宁